汪小飞无法带家人回北京 葛思琪报大S出的招 惊人内幕曝光 汪小飞之前才直播喊着暑假 要把家人接到北京 不过近来只看到张兰直播 带着一群孩子到日本旅游 对此最强狗仔葛思琪 也开直播透露内幕了 葛思琪18日提到汪小飞去台北看家人 为何没有再回北京 是因为大S没有帮家人办台高政 而这几日张兰带家人到日本游玩 不停透过直播来宣传 汪小飞的餐饮品牌酸辣粉 去博物馆看恐龙展时 还对家人教会要做个龙的传人 体现中国人民的自信 自强 生生不惜精神 结果倒批网友吐槽中国的龙 也不是恐龙啊 想利人设也要有文化 天天想变招法利爱国人设 敢不敢把国籍赶回来 而葛思琪近来接连遭大S徐希元 小S徐希弟和寿子提告 前阵子还带在大陆也宣布回家打官司 并透过脸书坚定表示 我相信司法 因为我没有做错事 但未透露是哪场官司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